河北零售幽居寺释迦牟尼像的佛首自1996年失窃之后已经是流散了18载 如今呢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之下 佛首和佛身将实现合璧 而这尊国宝级的佛像原本是出自哪里 又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文物盗居分子盗走 并且最终流失的呢 让我们再去一起了解一下 幽居寺位于河北省零售县宅头乡沙子洞村 距县城60公里 是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 该寺院为北齐天保八年 也就是公元557年 赵郡王高瑞为张祺王博兄父母妻及次身功德而建 这座寺院呢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500年前的北齐 那么当时呢光是寺院里的僧众呢就达到了2000多人 那占地面积呢也达到了100多亩 您看我身后的这一座七层宝塔 这个当时的大雄宝殿呢 就是在这座宝塔的正后方 在北齐灭亡之后呢 整个寺院也逐渐的就荒废了 到了唐朝的时期呢 对这个七层宝塔又进行了重修 那么经过连年的战火呢 整个寺院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座七层宝塔了 当时的名字呢历史上曾经叫做麒麟寺 而现在呢已经更名为幽居寺 曾经供奉在砖塔内的三尊汉白玉石造像大佛 是幽居寺供养的主佛 不仅做工精湛 独具匠心 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三尊佛像身形健壮 手腕带着 一文书朗 1982年 幽居寺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部门在塔四周建紧了砖石围墙 对其加以保护 同时还有指定的文保员定期巡查 但这三尊佛像还是被偷盗文物的团伙盯上了 在1992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被盗 三尊佛首被硬生生敲掉 1992年被盗的是位于砖塔东侧的阿处像的佛首 1996年剩下两尊 也就是居中的释迦摩尼像 和砖塔西侧的无量寿像的佛首也被盗走 偷盗者作案手法熟练 颈部被凿的痕迹也比较一致 1992年第一次佛首被盗后 当地文物部门也曾考虑将佛像抬走异地保护 但砖塔门口非常狭小 必须人为拆掉塔门才能将佛像抬出 权衡再三 最后文物部门将塔门封死 希望能保住剩下的释迦摩尼像和无量寿像 没想到还是被偷盗团伙 将剩下的两尊佛头盗走了 随后文物部门紧急将三尊佛身 搬进了河北省博物馆进行异地保护 如此严防之下 佛首依然被盗 以柔美和安静闻名的北齐佛像 尤其是这尊北齐皇家寺院的释迦摩尼佛像 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释迦摩尼像由高瑞为其王博 大齐神武皇帝高欢和堂兄文香皇帝高称精造 佛像具有明显的北齐造像风格 代表了北齐皇家雕刻的最高水平 他当时用了这个宫廷最好的工匠最好的佛像的设计师来做这个像 而且用了当时最好的食材 就是这个曲阳的汉白玉 整体一块石头一次就雕成 这个风格呢 它表现肌肉的一种健壮的美 然后这个基督王朝呢 它是讲究这个衣服 薄衣贴体 所以就很多就像刚从水里出来捞出来的一样 这三尊大型汉白玉造像 头雕低平 魔光肉迹 面相丰满 双目微起 神态安详 身着偏袒右肩袈裟 反映了北齐时代的审美观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佛造像的用意和时间都有明确的文字说明 也就是提记 就刻在十项基础的正面 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精准的历史信息 如此明确的记载在历史上都极为珍贵 那这三尊像呢 就是最主要的证据就是 它有提记 我就是给皇帝造的 我就是造的释迦牟尼 这个非常明确 所以这个这件像呢 就是说无论是它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北朝史或者是佛教史上 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